現在我們來到的是第二站 是中正紀念堂的台方 登登就在我的身後 那現在它到底有幾門幾柱呢 我就來數給大家看 總共呢就是五門六柱 沒錯就是你身後看的總共有五個門 但是呢因為要五個門可以支撐 所以要有六個柱子喔 那這個規格呢其實在古代來講的話 是只有帝王的皇陵才可以用的建築 那這也顯示了中正紀念堂這個牌坊的氣派 那還有它的這個規格是以前門牌的最高規格喔 所以哇中正紀念堂是不是真的很雄偉呢 好那現在大家就知道總共幾門幾柱了吧 好那我們先往下一個景點吧